需要幫顧客信任或減少點數到我們可以點選左上角的Button 然後進入Sales 然後點選Orders的Quotations 然後點擊Create 那這邊就選擇Customer 然後點擊要進給誰 然後點擊Product 那我們要新增點數的話,我們就按點數調整 然後看你要幫他新增幾點 可能10點,那我們就打10 好,那因為這個新增跟減少點數 他是不會去做任何扣款的動作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不用填寫 那好了之後我們就按Save 那這邊顯示負詞是正常的 是因為後台的負 在App那邊會是加的意思 所以這邊是OK的沒有問題 好,那都確認好之後我們就按Confirm 那不管是不是正的 我們這邊都會有一個PointRecord 但是因為這邊是Food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進入這個PointRecord裡面 那點選Edit 把這個Active給勾選起來 這樣子的話他這個10點才會加到該用戶的點數裡面 那我們就按Save OK之後,如果要確認這個點數是有進入到該用戶的點數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按Membership的Point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剛才的這個595的reference 是已經進去了 OK,那如果要減少點數的話 那我們就按Order Quotentions 一樣Create 好,用戶那些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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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時間可以不用點沒有關係 然後減少點數的話 我們就是點這個減少點數 然後看你要幫他減少多少 可能5點 他這邊正的 在手機App那邊就是減5的意思 好,都OK 我們就按Save 然後Confirm OK了之後 我們可以點選進來這邊看 跟剛剛的加點數有什麼不同 加點數的話 這邊是 原本是空的 沒有選 我們要自己手動去選 那 減點數的話 這邊就是直接是 勾選起來的 不用去 勾選他 那一樣要確認的話 我們就按這個Membership Point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596 是有扣掉的 那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看了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有 我們可以解決到